韓式的部分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 因为 因为接下来 这个也是一个写程式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 因为上上礼拜 讲韓式的过程中间是 因为不是考试范围 所以可能 这过程中我们 我不晓得你们可能有没有仔细去听 那我们稍微再repeat一遍 把之前 之前谈过的韓式部分 我们稍微再repeat一遍 那韓式的概念 其实就是一个模组化的概念 就是我们把很多东西 可以把它模组化 模组化之后 它可以重复的使用 那它可以把复杂的问题 变成比较简单的问题 然后个别去处理 所以它基本上是叫做 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把它区分成小块的 然后去处理它 然后就可以克服这些比较大的问题 Divide and Conquer 那C本身有什么韩式呢 包括自己的标准韩式库 里面的一些韩式 韩式库 就是说像数学 或者是Standard Library 或Standard I.O. 这些都是它的什么 Library 所以Library是标准的 就是说它可以include进来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就对了 那另外主要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韩式当然你要去启动它 就是你要在你的城市的某一个部分 去呼叫它 你要去呼叫它才会动啊 你不去呼叫它怎么会动 所以它要透过一个Function Code的概念 那韩式里面有什么东西 韩式里面有一些引数 这个之前都用过了 像刚才的Rcos Rcos你要给它一个什么 参数或引数 它才能够去算什么 Rcos算算什么 算什么 算它的角度嘛 对不对 就是把它的三甲函数值 把它做inverse回去去算 所以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引数 那这个引数就是什么 就是它要传给韩式 传给韩式 让韩式知道的东西 这叫引数 那韩式的这些呼叫的过程中间 因为韩式待会我们会谈到一些 其实之前有谈过可能我们 那过程我们不晓得可能大家忘记了 韩式的过程 它牵涉到一些记忆体的一些使用 那其实它就是说 假设一个主程式呼叫副程式 副程式再去 也不是副程式 就是一个主程式去呼叫韩式一 韩式二 韩式三 就像你老板在教你的 其他的不同的工作部门 工作部门再去呼叫不同的工作人员 这样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类似就是一个 我们刚刚说的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它刚刚说翻成叫分质法 所以类似这样一个概念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当然这个是标准 就是数学韩式的 这个都是内建的啦 数学的内建 那像SQRT square root 那square root里面它有一个引数 就是900.0 这个就是它的引数啦 那这个韩式呢 本身它会 它可以return一个值回来 像SQRT 它就是return一个平方根的值回来 对不对 我在主程式里面去呼叫这个韩式 这个韩式 就会传回一个数值 所以韩式这个东西本身 你去呼叫它 它就会产生一个数值 那它也可以不用产生数值 它也可以不用 那不用它在做什么 它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了 这个以后我们都会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不用 产生一个数值传回来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有可以传回来 而且既然要传回来一个数值 或传回来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有形态 这个韩式本身就会有形态 这个我们上次应该都讲过了 那它的引数里面 当然也会有形态啦 都是有它的不同的引数的形态 那这边 这个我们都很快看过去啦 这里面就是 这里面有谈到 像这个FABS 这个是floating number绝对值 这都是在max.h这个library 数学韩式库里面 它所内建的一些东西 那这边的韩式 就是我们要谈到的是说 我们在韩式里面 你还是可以去定义你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主程式 你记不记得你的主程式 它跟韩式的写法 其实大同小异 几乎都是一样 它都是 待会我们其实应该先看一下 我们的韩式的写法 韩式的写法大概就是这样 它会有一个什么 return value type 就是一个形态 然后再加上这个function的名字 然后再加上一个parameter list 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其他的定义 定义什么 定义它的变数 然后它的statement 所以这个写法跟我们的主程式 主程式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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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程式的写法 其实就跟韩式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主程式 其实也当成是一个韩式的概念 那int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type 那function的名词 你就要用到所谓的识别字 那这个parameter list 那只不过主程式里面没有参数 主程式的参数是没有 是空的 所以它写成什么 void 对不对 好 那 那韩式里面 它也可以去宣告它的变数 刚才的定义 我们刚说的这个定义里面 就是说它可以去宣告它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在韩式里面所宣告的变数呢 我们待会会谈到很多 就是可能会把你们搞得稍微乱一点的 所以期末考就是会考的东西 就叫做 它这边有一个叫区域变数 区域就是local啦 local 区域变数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 它是在我这个韩式的范围里面 去宣告的一个变数的名称 它就是在我这个管区 就像如果我们以行政区来说 高雄市 假设今天在新兴区 新兴区是一个韩式 这个新兴区的韩式里面呢 它有一个定义一个变数叫做 叫做 随便叫做什么中正国小 那这个中正国小 就是在这个新兴区里面的 那搞不好在三明区 也有一个中正国小 随便这样一段比喻啦 这样比较 应该比较好懂啦 这个数字都 这些专有名词都硬邦邦 三明区有一个中正国小 新兴区有一个中正国小 那这个中正国小 都各属于各个区的什么 那个区的区域变数 因为它只属于那个区的东西 虽然它的名字可能一样 但是这个中正国小 三明区的中正国小 只在三明区被认可 新兴区的中正国小 只在新兴区被认可 所以它是一个属于 那个区域 就那个区域 区域范围里面的人知道的东西 就叫区域变数 这样有没有很难 OKOKOK 那所以这个区域变数 就是在韩式里面它定义的变数叫区域变数 它只有这个韩式里面 它才知道这些变数 所以我们把它叫区域变数 但是待会我们还会再看到一些更复杂 就是这些区域变数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相对区域就是一个什么 Global就是痊愈变数 那痊愈的概念是什么 痊愈就是你这个城市 从头到尾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它不是只在韩式才知道 那这个要怎么讲呢 这个就可能 也许像刚才我们说国小 Define Define是一个 它不叫Global Variable 它只是一个定义的一个概念 这是韩式的就是说 Global Variable的概念就是说 像刚刚我们说是中正国小 三明区一星星区的国小 那国小可能比较多嘛 那高中或大学好了 那大学像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就只有一所 而且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高雄市的 所以高雄市在这个 假设高雄市就是一个完整的城市 那对高雄市这个完整的城市来说 大家都知道 中山大学就是在高雄市 所以你今天不管在新兴区也好 在三明区也好 大家都知道中山大学 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这是就叫一个Global Variable的概念 叫痊愈变数的概念 知道吗 Global Local 这两个会有一些差异 那在韩式里面 它在比较局限的区域 这个韩式里面 它就是都是叫区域变数 那另外韩式它有参数列 参数列就是刚刚说过的 像cos 里面的那个数值 它就是一个参数 它提供给这个韩式 让它去算东西嘛 这叫韩式列 所以它基本上又提供了一个叫交换资讯 为什么叫交换资讯 因为它要把资讯丢过去给它 它才能帮你算嘛 所以它是一个交换 Exchange Information 的概念 那参数也是一个区域变数 韩式的参数也是个区域变数 这个刚才 所以韩式的参数跟刚才它自己 它自己去定义的这个变数 这些都是叫区域变数 反正就在韩式范围内的都叫区域变数 那使用的动机这个刚才就看过了 主程式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韩式的概念 may 就是一个主程式的概念 那这个例子 当然我们之前看过了 我们就不看 那概念就是说写第一写成韩式的格式就是什么 要有一个return value的type return value type 那另外还有一个function name 那function name就是一个叫识别字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谈过识别字 识别字可以用在函数的名称 另外还可以用在哪里 识别字就是你自己去create出来的字 但是你要符合符合什么 符合c language的要求 刚才我记得考试彼士不是里面有一题在问吗 对不对 那些东西叫识别字嘛 所以识别字可以用在韩式的名称之外 还可以用在哪里 你自己会定义什么样的名称 变数啊 所以识别字 识别字是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function name 或者放在variable 变数啊 这些都是你自己去定义的嘛 所以这个识别字要是合法的 对不对 那什么是合法的 考试都考过啦 有没有 除非你错掉了 不知道 如果你是答对的你就应该知道 对不对 如果错掉了回去看看 课本说的什么叫合法的识别字 不知道第几章 第二章第三章有谈到这个 那 这些都是你自己去定义的东西 这个叫合法识别字 那这刚刚说过ReturnValueType 是传回去的资料 那它也可以是void的 如果是void的话 代表这个函数是没有传回资料的 就是空的啦 它不传资料 那不传资料 这个函数在干嘛 其实都有很多功能 我说过这个等 之后我们看到就是 它没有回传值 那所以把这个东西 ReturnValue FunctionName 跟ParameterList 这个就是函式的一个header 一个标头 一个标头 ParameterList用逗号分开 没有的话 这是用void的 那行别要把它列出来 那里面的definition跟statement 就是韩式的本体 我们叫韩式的一个区块 那韩式从头开始Run Run到最后呢 它最后就会把控制权 再交回当初呼叫它的其他韩式 那有可能我们最 大概最常用的就是 从组程式 那个may 组程式去呼叫其他的韩式 所以大家会交回这个什么 交回may 交回到组程式的这个地方 它怎么交回 它交回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个如果它没有回传值的话 当然你就是韩式结束的 它就自动就交回去了 那另外可以用return 那return也可以不用return 任何东西 你就是打return 就像那个 这个我们好像没看过 不过就是你如果在某一个地方 就是在韩式的某一个地方 帮你判断到某一个条件 你要认为这个韩式就要结束了 就要回到原先的 呼叫它的这个组程式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return 它后面可以不用接任何的数字 所以直接用return就好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return expression 就是说你可以return 再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值或加上一个计算式 你可以写一个像刚才的那个 如果是artcosine 它就是把它算出来的角度 return回去 return这个角度 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计算式都可以 所以大概就这种三种方式 去把控制权交回去到 你所呼叫的韩式的这个位置 那main的部分我们说 它其实基本上 早期是return 0 那但是这个反正现在 这个已经不用写了 因为return 0是代表执行成功了 但是所以我们现在 虽然主程式还是前面有加一个INT 但是这个INT 其实它是代表0 0是代表return 0是代表执行成功 当然如果不是执行成功行其他的 那到目前这部分 我们都把它忽略掉了 那这个韩式 你们这个之前也看过了 那韩式在写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们这边就开始要注意到 韩式里面像这个例子里面 Mesema 那Mesema它其实要写在这里 一开始什么地方 就是在主程式啊 或者是韩式写之前 他先写一个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跟我的真正的韩式 你们看到几乎都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之前我们谈过 这个叫韩数的prototype 叫韩式的圆形 你要定义一个韩式 你要先在一开始的地方 就是在include的那些 还有这个主程式中间 这边要写一个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跟类似要宣告 这个韩式的圆形是长什么样 那这个一定要先写 那这个写的这个东西 其实跟我们真正韩式的本体 它的定义其实是一样的 INTman 所以这个是 它比较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 那这个韩式里面 它有return一个max 就是它是从这三个数字里面 去找出它的最大值 所以这里面 那像这个INTx 这个就是参数嘛 这些参数 所以参数这些xyz也是一个local 区域变数 然后在这个韩式里面 它自己也去宣告一个什么 max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max就是一个什么 它也是一个local variable 然后也是一个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 好 那这个例子我们看过 那圆形 prototype prototype基本上 刚刚说过 它基本上就是要先宣告了 那要做这些 就等于类似要double 重复宣告 你在主程式跟这个include 中间去宣告这个 函数的prototype 跟你自己在韩式的定义里面 开始要去宣告同样的东西 这个其实有点是double 重复在宣告 那其实这个主要是在验证 利用韩式原型来验证 你的韩式呼叫有没有错误了 这个其实是从C++这边 用借过来的一个function 所以现在C里面也必须要有 这个所谓的叫function prototype 韩式的原型 那韩式的原型跟你的定义 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 韩式的原型跟你的定义 第一行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我们上次都讲过了 那如果不符合原型 就会产生一些变异上的错误了 这个都很快的看过去 那另外它会 它的一个功能就是 它会把引数做转换 就像我们这个square root 它里面如果是floating number 它的引数是floating number 或者是一个double也好 你如果给它4的话 你就给它一个叫整数长数 它自动会去把它做 一个行别的转换 强制的行别转换 它会把4变成4.0 它就自动做这种转换 这个是它一个function prototype的功能 那这边都是它的一些转换的规则 这个我们上次也看过了 就很快的看过去 那什么叫堆叠 堆叠的意思就是说 你想想看 它这个写 我们在呼叫函式的过程中间 就像是在拼积木一样 就是说你的主城市 就是最下面的那个积木的区块 然后你在主城市里面 去呼叫一个函式的时候 相当于在你的主城市上面 再去堆叠一块函式 那这个韩式如果要再去呼叫另外一个 它就再继续往上堆叠 所以它就类似像在堆积木一样的概念 那这个堆积木就是说代表这些东西 你在呼叫这些韩式的时候 它都会 因为这个积木堆在这边的概念 就是代表它会占据记忆体的空间 它会占据记忆体的空间 所以当你韩式的使用越多的时候 当然它同时占用的记忆体空间又越大 那当韩式结束的时候 这个区块 这块积木就整个被搬掉了 所以它就变成会有一种叫less in first out 因为它是后来被呼叫 后来被呼叫 但是它结束之后它就离开 所以它又先离开 所以它就是叫less in first out 的概念 所以是一个类似堆叠的概念 那这个堆叠的概念呢 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 刚所谓的区域变数 痊愈变数还有甚至到这些变数 它在不同的范围可以被使用的 就是说它可能在某些地方可以使用 某些地方不能使用 这些所谓的静态记忆啊 或者等等外部记忆等等 所以你大概要稍微知道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不难嘛 就是你呼叫它主程式呼叫韩式 韩式就叠在你的主程式上面 那这个韩式执行结束 这个韩式就整个从 就从它的记忆体区块被拿掉 那记忆体区块被拿掉 所以原先你在韩式所定义的 区域变数会怎么样 它就只会在那个瞬间 那个瞬间就是韩式存在的 那个瞬间它会存在 但是这个韩式如果从这个堆叠 拿掉之后呢 它的区域变数就怎么样 就不见啦 就没有在记忆体啦 所以代表这个区域变数 它只会存在哪里 当这个韩式存在的时候 它才会存在记忆体里面 那当这个韩式被拿掉 这个记忆体 这个区域变数 因为这个区域变数 是属于这个韩式的嘛 这个韩式被拿掉之后就没有啦 就这么简单啦 这个非常直观的东西嘛 虽然非常直观但是很重要 那听懂吗 好啦 那堆叠的概念这个 我们上次其实也有讲过 就类似像主程式 这从作为系统开始去呼叫主程式 主程式就会产生一个stack 这个stack就是主程式的部分 那这个主程式会再去呼叫 另外一个副程式 呼叫另外副程式 它就会把两个堆叠在一起 两个堆叠在一起 所以这时候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自动变数 这个自动变数其实就是在这个第二个 就是它呼叫的韩式里面去存在 那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堆叠的东西 如果拿掉之后 这个x也不见了 但是a它会一直存在 因为它会是存在在 所以后来如果这个return回来之后 它的堆叠就不见了嘛 但是你在执行的过程中 这个a还是会存在 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都是我们上次讲过的 我们只是稍微再复习一下 好